台灣在整個民主的歷程的過程當中 性貧始終是大家一致的一個目標 在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 台灣的民主制度體制之下 比如說各個政黨裡面不分區的提名 它有規定一定要過半 也感謝有這樣的規定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很多原來社會上面來講 對於性別歧視的情況 在這樣的制度帶動之下 慢慢的在國會裡面就已經達到 希望能夠達到性貧的目標 到目前為止雖然它還沒有達到 因為我們看到在第十屆裡面 男性大概是66位 女性是47位 以這樣的比例來講 其實我們如果去觀察過往的國會的 男女的性別比例的話 這一屆應該來講是最高的 我們台灣的民主制度上面 對於性貧的部分來講是不是有努力 我們必須要肯定是有努力的 當然這個是不分區 國會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是區域委員的選舉 我們看到各個區域委員的選舉的時候 其實女性在政黨裡面 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政治的活動 我們也看到在國民黨裡面有前主席洪秀柱 在民進黨裡面當然蔡總統 她也是一個女性的領導人 所以我們從兩個台灣的大黨的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是真的有她的一個代表性存在 我們也要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所謂的性別平等 其實不只單單的從她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覺得最重要一點是說 她應該有她的實質 也就是說女性 她在政治的這個領域裡面 她是不是真的在你的政策決定的核心 如果她是真的在你的政策決定的核心的那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講說 你的性別平等是達到實質的這個目標 而不是單純的只有形式而已